你现在看到的是1940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上海街头进行巡逻的场景 1937年松户会战爆发 蒋介石调动兵力约70余万人 包括其最精锐的嫡系部队 与近30万装备精良的日军 在上海一带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松户拉锯战 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奋勇抵抗 战争场面甚为惨烈 中医双方实力落差太大 坚守的中国军队不得部分批撤出战场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宣告沦陷 从这一天开始上海进入了历史上长达四年多的孤岛时期 所谓的孤岛指的是当时上海除了属于日军势力范围的虹口和阳浦两区以外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区域 因为日本此时还没有准备好和欧美各国开战 所以日军尚未进入 因此这个区域形成了四周都被沦陷区所包围的近况 形似一个孤岛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12月8日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于日本之首 上海全部沦陷 孤岛时期结束 现在的镜头是位于上海的外白渡桥上的景象 外白渡桥是连接黄浦区与鸿口区的过河通道 可以看到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正在要求过往的人员出示通行证 自上海战事爆发以后 上海的交通和工商业几近瘫痪 而苏州和溢水之隔一边是炮火连天 一边是生鸽打蛋 大量的难民开始不断地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租界内的人口暴增 此时这一区域的市政之权掌握在租界内的公布局手中 这是外国人在上海设立的一个独立机构 这里的对外交通依然畅通 对内商贸业逐渐恢复 进出口完全自由 所有的交易形成了一个自由的商业市场 此时镜头中看到的是在外白渡桥上涉港的英国士兵 大量的资本和人口的涌入 刺激着整个商业市场 金融业房地产 轻工业娱乐业等等迅速发展 而这里的经济也出现了一段 令人意想不到的畸形繁荣时期 租界内人口的激增 使得消费市场的需求相应扩大 同时人口的集中也为租界内的工业 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就在炮火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 1938年底 租界内恢复生产和新建的工厂总数 达4700多家 超过了战前的两倍以上 1939年又新设了工厂1705家 其中传统的纺织业复苏最为迅猛 新设的纺织类工厂达800多家 不及2万多台 昼业不停运转 而工厂的利润是战争前的数倍 这里所有的生产原料都需要外来 而所有制成的商品几乎都需要外出 现在的镜头是租界内的两名法国士兵 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身旁 停放有一辆轻型坦克车 此时的画面便是当时机型繁荣时期的上海南京路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当时南京路上的繁华接近 本来是当时的一项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